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新北市 现在这个失业率居高不下 但是产业界呢却高喊缺工缺很大 技术人才的断层是相当严重的 我们怎么把对的孩子放在好的位置上 让他们的潜能有所发挥 那新北市政府呢在技职教育这一块 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进 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关心 我们小孩子怎么样在升学路上这一条路 能够选择一个他们自己所爱的路 然后呢选所爱好好读 以后呢就会有前途 那么首先来介绍参加今天节目的几位来宾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这一位 哇真的是特别难得 为什么呢全国第一 全国第一什么呢 全国唯一的这个技职教育科的科长 我们英哥工商校长严隆元严校长 是的主持人还有我们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这一位呢哇更不得了了 可以说是这个珠宝界业界第一 我们东龙珠集团董事长张芳荣张董事长 董事长好 主持人以及在场的各位来宾嘉宾大家好 是非常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一起来关心我们新北市的这个技职教育 那讲到这个失业率居高不下缺工缺很大 其实我先请教这个张董事长 就是在这个鑽石珠宝业听说是需要这种技术 对不对真的是专业技术 那我们谈到这个技职要向下扎根 所以在您眼里看到的 其实你已经看到了一些未来的问题 对不对 对喔 那我们珠宝金品工艺类的选项 大概是一个传统技艺 那我们都知道传统技艺在在古时候的学习过程 它必须是要拜师礼 那我们要三年四个月 然后可能这三年四个月你要跟老板娘带小孩 洗衣服 扫老板扫扫地 顾店面 然后老板有空就教你一点教你一点 那三年四个月以后就让你出师 可是出师不等于可以赚钱 因为你只是学到基本 所以你可能还要在两个三年四个月 接受市场的淬炼 可能客户会嫌弃你 客户会对于你的公益还不够精湛 他会说某某人你的事物都比你好太多 诸如此类的 所以他必须不断地去学习他才会进步 那这也就是说我们在百工百业里面 珠宝金品公益的也是其中一项 但是有很多传统产业是必须要能够把它量化跟质化的提升 那量化跟质化的提升 当然是要系统教育 那系统教育就要回到我们的教育本质 那当然如果可以尽早从国小就能够性向测试 然后国中一年级就开始有专班 然后高中三年大学四年 那你想想看三三四将来这样组合起来的 这十年的教育养成 就可以像德国跟日本一样毕业及就业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技职教育的希望发展的期许 所以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这个十年磨一键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技术面的部分 其实不是说你短时间啊理论派啊什么的 其实真的都是要去实作对不对 对 所以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这边 其实我们对技职这几年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重视 可能也是看到了说 不是光有这个升学的那一块的孩子 我们需要去重视他 反而是愿意走技职这条路的孩子 我们更应该给他更多的资源 其实技职教育非常重要的两件事 第一件叫做视性 我们讲的技职教育有十五群科 每个孩子的天性都不一样 如果找到孩子的兴趣在哪 我们给他更多的资源跟更多的培育 让他走对的道路 让他可以在每个领域都成为他自己的天才 那第二个也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跟产业连结 我们要为产业 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 培育专业的人产 这是技职教育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跟业界要很紧密的结合 不然我们培育出来的孩子 没有办法去到业界所用 那基本上也是很可惜 所以在新北市我们从五年级 国小五年级慢慢的就开始做职业试探 其实这个理念从德国就有这样的思考 我们德国在国小的四年级左右就开始做分流 那台湾在整个制度体制之下 我们还是鼓励孩子 可以从国小五六年级就开始做职业试探 那在国一国二国三 我们透过我们的记忆教育 或者寒暑假的一些营队的体验 然后在未来到季高高中职阶段 来到科大的一个发展 那这一次我们也跟我们英哥工商 还有我们业界这边有做一个很紧密的合作 我们也是想要打造我们人才培育 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在哪 我们教育为他培育人才 是 那我再请教这个董事长 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新北 我们新北市教育局跟我们的英哥工商 还有英哥国中 其实有成立一个所谓的 今八年一贯的这个金工班 我听说是您当时就觉得说 缺工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希望从国中这个部分 就开始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既职训练了 对不对 对 这个应该是说在十二年前 我们自己产业链 开始在思考我们的这些精品工艺大师 已经到了面临到六十岁的时候 那这一批早期台湾很有名的这些工艺大师 他们却没有终身带的人衔接 那我们在国外做外销的时候 会发觉你有单子接不了 因为生产线没办法提供给你 那我们会发觉不是台湾的问题 日本也是这样 欧洲也这样 美洲也这样 在传统工艺上确实是有它的一个 需要长时间培育的这种现象 所以我们才会在公司在八年前 开始结合英哥国中的张校长 因为他也刚好到任 那八年前刚好英哥工商也到任了一位孔校长 那我们如果做过家长会会长 所以我就回学校走一走 我说学校有什么需要协助的 那刚好张校长他们跟孔校长来的时候 他们也在觉得我们是不是国中在教育上可以做一些多元化的测试 我说那这样好 那就由我来协助整个的发展 那两大的我们成立的开始第二年第三年 我跟工会商界的工会大人们讨论过 所以台湾区区珠宝同业工会 当时的张文青理事长就一样跟我们做产官学的合作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就这一条比较漫长的道路开始在做结合 那包括现任的理事长曾敬才 他也是大力的接任以后继续的支持这样的教育 所以我们是希望把它发展成产官学业 业都能够组合在一起 那我们主宝精品工艺其实只是百工百业其中一项 是 台湾有很多隐形冠军的在中部南部 其实都可以藉由这样的方式来培养我们自己所需要的人才 而且各位主持人各位观众们可能别忘了 我们台湾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少子化 你现在不再做某些产业链的转换 你将来你的分母不够大 就是小朋友不够大 20年以后你要怎么从这些地方找出人才 所以如果人才产生断层 台湾的经济就会像掉入悬崖般的危险 那产业链百工百业那么多 有哪些产业它将来是会被AI机器人取代 我们可以看到看电影院不用有售票员 就很多坐公车不用有车长小姐 将来可能连司机都不用了因为自动驾驶 所以百工百业有很多会被AI取代 可是我们这个产业而言是不会被取代 最大的原因可能观众们都知道 因为我们珠宝精品业它讲求的是什么 精致、美学、艺术跟价值 所以一般来讲一般的民众 要买几百万几千万的珠宝是真的有难度 可是全世界的有钱人太多了 我们台湾可以买得起的也是有相当程度的人 更何况国外的这些有钱的这些大佬们很多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这个行业能够永续发展 它的积极是因为需求性、刚性需求 同样两个人都可以买飞机 可是你的内装一个飞机可能20亿 内装5亿 跟一个飞机20亿 可是内装10亿 它的马桶是黄金的 你买游艇也一样 是 所以当你在做这些飞行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更舒服的 更舒适的贵宾礼遇 所以在高端的精品珠宝里面 例如加斯德苏虎比 他们每一年的拍卖会记录 是在一直创新高 所以就是你就可以发现 大家愿意花这个钱 对 追求那个最顶级的 最高级的 当他有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会说我要手工做的 最好这个宝石5000万 可是手工200万不重要 你可不可以请租明珠大师 他如果会做KG 你帮他帮我做 哇那这个设计制作人 又是一个名人 是 那他就属于艺术价值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 所以未来记职 其实就朝向这种顶端的 对 我们去做一个发展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英哥国中的学生 就是开始了所谓的 八年一贯精工班之后 接下来就是到英哥工商 研校长你们这边来了 那在我们高职端这边 我们是做怎么样的一个教学 跟带领他们去做成长 是的 其实我们英哥工商 在25年前创效的时候 的确是以我们的陶工为主 陶工科 那我们现在刚好呢 我们的设计群里面 刚好有三个科 刚好就是陶工 我们的广社 还有我们的美工 那我们目前美工科 刚好有一个组的发展 刚好是跟我们 当中这边的那个进工 是完全match的 所以我们就有 非常多是来自我们英哥国中 他在国中9年级的时候 就有学习所谓的进工相关的 一个技艺 通过我们新北市这个特招呢 就来到我们英哥工商的 我们的美工科来 我想 这些学生来了之后 他们的基础也够 概念也够 甚至有非常多的一个设计感 在我们学校的美工科呢 我想就如期来是 非常的得心应手的 那目前也都 慢慢的有升到我们的科大去 目前我想 这一块是一个非常 值得期待的一个路 是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英哥工商 刚办25周年的校庆 听说校庆当天很多科大的校长 都来学校 要找人才 找学生 对不对 是的 那其实英哥工商办学的 这25年来 其实我们知道说 越办越好 在这个技职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受到大家很大的一个肯定 那你们怎么是去跟这个 我们教育局这里 能够去衔接他们所谓的一个 技职政策的一个推动呢 是的 这块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教育局 特别是我们技职科这一边 因为我想我们技职教育 特别强调就是所谓的 世性养才 跟所谓的务实自用 一定要从小到 从小学 国中一直到我们的 我们的技高来 一定要让他知道整个职业的一个状况 是怎么样 刚刚张董也特别跟我们提点了 所谓的现在目前职业的一个状况 我想基础型高中跟我们的普通高中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他们是会对准某一个职业的类科 他如果呢 选定这个职业之后呢 全部全新全力的往下去深入的话 我想他应该会比一般的 所谓读读谱高 读一般大学 在这个业界呢 会多了非常多年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的这几年 就是刚好秉持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透过教育局的媒合 我们跟我们的东龙珠这边呢 就做了非常好的结合 透过我们很多的国中技艺班 透过非常多的比赛 我想这部分的亮点呢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是 那再请教这个科长 毕竟是这个 全国唯一的一个技职教育科 所以其实 你们是直接跟教育部这边来对接 对不对 然后呢 其实我在想其他的县市 可能也没办法让你们参考 反而是大家 应该来学习我们的一个 技职的一个精神 那是不是来谈一下 就是说我们能够连续四年 获得教育部的这个最高荣誉吧 这个技职教育的推广奖 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在市府在规划整个技职教育政策 是不只是教育局 甚至我们跟跨局处 我们金发局劳工局都有做密切的合作 那当然在教育体制这边 我们有很多来做突破 包含这次的八年一贯 我们跟东龙珠 跟英哥工商 跟英哥国众 这就是一个尝试 那尝试中间有很多教育体制 需要去改变去突破的 我们透过现有的一个机制 我把它串起来 为企业所需人才做培育 那当然不止这样 我们在 我们用五大类来分裂 我们的一个技职教育的政策 我们在108年的时候 就推出四年四亿的一个 赢得未来技职人才的一个计划 也是应该是全台湾 唯一地方政府 有推出完整的 技职教育的一个架构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用五大面向 第一个是扎根 我们还是认为 从国小五六年级 就让他做职业试探 那国中让他慢慢的 去体验更多更深化的课程 他未来在升学的选择的时候 他可以做出最适合他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从直探这一块来做扎根 再来我们鼓励孩子创新 我们希望孩子在实作过程中 能够产出 能够申请专利 甚至我们很多技职的孩子 在高职阶段 他已经取得专利证书了 已经是可以申请 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专利的字号 代表他的产值是受到 整个政府的认证跟肯定 那当然更重要的国际 我们新北市推动技职教育 一直是打国际化 是 国际牌 我们一定让孩子站在国际 那举个例 我们在跟东荣卓合作的 精英求精的一个计划 做一个竞赛 也是开始扩展到 我们要跟国外来募集 对 我听说今年的比赛 是要国际性的比赛 是 因为国际才是我们 技职孩子的未来的路 台湾是个岛 我们必须要让孩子 有国际的视野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邀请 国外的专家学者或者同学 来跟我们自己的 技职的孩子来做互动 甚至来做共创 那我们当然也跟了很多 国外的签订姐妹校 甚至我们所有公立的 技术型高中 都有通过国际学校的认证 都是代表我们在 从技职教育推动国际化 有很多深入的一个 专业计划来协助我们孩子 那当然后续还有着重跨域 是 其实金工它不只是学技术 它要学美感 它甚至要学行销 我想张董应该很清楚 甚至要会拍影片 你要记录 对 一切你过程的一个设计的过程 你如果去推销你的作品 所以跨域是我们很重视 我们技高的孩子 不只是学一个领域 一个专业 在我们的技高一定都是鼓励 所以不同的科 我们做跨域的整合 那这也是未来的趋势 是 你要斜杠 也要斜到有自己的专业 所以我们一直培养 我们孩子要跨域 好 最后我们当然希望 这些孩子都要发展专业 所以我们不论在各项的竞赛 甚至国际的竞能竞赛 新北市也都是 每次成绩都非常好 甚至都要代表台湾出去 参加国际竞能竞赛 我们已经好几位国手出来 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孩子 你技术好 我们不只让你有学到专业 而且还可以跨足国际 是 其实学技职 不管是读书还是念技职 其实未来最终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进入职场去工作 那其实越早接触技职教育的话 其实能够帮助他们尽快的 跟这个职场来去做衔接 对不对 那我再请教这个张董事长 刚刚其实一直提到说 这个金工珠宝之类的 我们当然看到这个金 那个珠宝啊 对啊 黄金啊 闪闪亮亮非常漂亮 但是金工到底在做什么 是让珠宝更漂亮 我们学的到底是所谓的一个技术呢 还是像刚刚那个特长讲 其实还有美感 对不对 那未来还是要去做行销 所以到我们这个东龙珠这里来的话 我们是怎么样让他们可以连贯性的来去做学习 好 我们要来看百工百业的业种 珠宝金品只不过是其中一项 那珠宝金品简而化之的去形容 它的市场性在哪里 第一个 它将来是发展的方向就是 你没有钱还真的很难 对不对 消费属性 因为珠宝嘛 总是金子很贵 对 那珠宝除了金属工艺在原材料很贵以外 其实它有另外一个设计领域 其实你用一拉罐也可以设计一个结婚戒指 对不对 那只要你有工艺在 你都可以用很便宜的材料成本去设计出一件你的结婚戒指 是 那取决在于为什么技职教育发展我们要强烈的去推珠宝金品的工艺 这个事项 最主要是珠宝分为三大类 我们一般谈的金属工艺 它就是最基础的 比如说我们看得到的铜雕 锡雕 一些创作不锈钢 一些大型的创作 这个都是属于金属工艺的基础 那再来就是珠宝金工 那珠宝金工就是我们一般看得到的 可能Tiffany在卖的 一般你看得到的对戒婚戒 这就是我们谈的珠宝金工 可是艺术珠宝金品就不是这么简单 它就是顶级中的顶级 所以我们工会商业统业工会职业统业工会 包括我个人东龙珠 我们极力的在推动的是要做金品工艺 因为全世界不论是日本美国欧洲瑞士澳洲 全部都是在顶端缺工 而不会是在基层缺工 我们来看这个商业的回馈 商业行为的回馈 我们一般如果你将来的学程 真的能够借由现有的八年一贯的基础 照这个学程不中断 你到英格国中来开始专班 然后你到英格工商专班 它是一个系统的没有中断的 然后将来到景文科大 整个衔接下来的时候 就不得了了 你就已经养成有十年 为什么我说养成十年 因为如果你比较不间断 你未来在投入就业市场的时候 再给你两年的一个家公司的形态 跟商业模式不一样 在训练的时候 你将来五万块起跳就没有问题 是 那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只是台湾 台湾是亚洲薪水最低的国家 所以如果你这八年一贯学习好了 再透过工会商会的认证 也就是它有一个模式来鉴别你的能力到哪里 你可能通过以后就是五万块 那将来到公司 最少五万 你到公司可能两年以后人家就加薪到八万 你可能就已经开始具备一些高阶的养成技术 那问题来了 假设是五万 那五万日本的 你换算一下日本的薪资结构是台湾的几倍 所以我解释日本的薪水在我们这个行业 大概是3.5到4倍 我讲欧洲瑞士可能到六倍 是 所以如果当然日本消费高 因为他生活水平也高 但是如果你省失省用 你要还你的 很快就财富自由了 你要还你的大学的鞋带 真的 你爸爸妈妈的房贷 还有八年没还的 全部靠金工 所以在这边呢 如果说正在烦恼未来孩子要走哪一条路 或者是说小朋友自己在思考未来要走哪个方向 对金工有兴趣的话 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 英哥国中的专班 然后再衔接我们的英哥工商 然后之后再到景文科大 对不对 其实就是一条龙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方式 未来真的比较能够 让孩子们在技术类的这个部分 能够好好的再去做学习成长 是 那我再请教这个校长 就是说 目前为止 因为刚才其实说这样子的一个八年一贯 其实实施是没有多久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些成功的一个案例模式 或者是说 当然不只是说我们这个八年一贯的进攻班 我们英哥工商其实还有这个陶工科 也是有这种师徒制的 然后美工科大家的表现都非常棒 好 好 这部分呢我今天特别带来的一张那个小超来 因为这张是由我们的英哥国中的张庆功下档来的 是 因为要谈到所谓的成功的案例 特别就是要从他的国中段来看 因为我们是接收英哥国中 对这一块有兴趣的学生来的 那我想呢 在 他为什么叫做八年 就是国中一年 一年 然后我们的季高高子是三年 最后我们的科大是四年 八年一贯这样子 那他们在国中的九年级的时候 就会透过所谓的国中记忆班 透过每个礼拜大概半天到一天 来我们学校学习这些那个东西 那我就把上面的他们的 等于说这张是我们国中段学生 他写的那个心得 是 我把重点把它念一下 他说呢 他呢发现他自己真的是非常喜欢精工 他说这是非常有兴趣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他在做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快乐 然后呢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是 他发现精工也有一个好处 他不会以成绩来定义人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本来精子教育就是所谓的 他要做一些动手的操作 实做的部分 如果他对这一些操作的部分 是有非常强烈的兴趣的 他喜欢悄悄打打 他喜欢做出一些东西出来 我想从国中端 让他就进入到这个领域去 经过这八年的培养 我想他将来 一定是像我们 张总讲的这样 他的前途真的是无可限量 我想这个也是 读我们 基礎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帮孩子找到他的那个 心知所向 所谓的一个适性 对不对 真的如果说 你不要每次都是用去分数去定义 所以这是不是就是我们 新本市的一个教育政策一直在讲的 就是 选所爱 好好读有前途 是 我们一直在推动 世性教育 希望让孩子是依据他自己的喜欢 我爱这件事情 我愿意做 其实各位回到小时候去思考 你要出去玩一天 你都不会累 我说真的 真的 现在的小孩也是 那你慢慢让他知道 玩什么 他是不会累 那你再慢慢聚焦到 你未来想做什么 你喜欢什么 你就好好去学那件事情 如果我们真的把每个人 都摆到对的位置 台湾整个发展一定很好 是 我们体育也常在讲 如果你要王健民去打篮球 他也很高 是啊 但是他是不是能打得很好 对 那你要Michael Jordan去投棒球 他也打过 只是当然没有这么好 成绩没有那么好 对 那你要带姿营去练举重 我觉得也是很辛苦 是 所以每个人都有发展 他不同的一个天分 这也就是人多样性的存在 那我们技职教育最重要的就是 让每个孩子摆到对的位置 对 然后透过不断的试探 他要让他了解 跟产业界的合作 我们跟高职的合作 甚至跟科大的合作 甚至我们更多的产业链 我们也希望很多各行各业 百工百业 也能够跟我们东龙珠一样 可以跟我们教育局 我们技职科来合作 我们让每个孩子 每个行业都有一条路 让他可以培育他未来的产业所需的人才 就是我们寻所爱好好读 一定有前途 是 其实最近有位立委在讲说 就是让我们的年轻朋友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学国文上 那浪费在什么身上 其实就是浪费在你所喜爱的这个事物上 但是这个事物不是说 让你站在那边打电动嘛 谁不爱玩 对不对 我每天出去玩啊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 对你未来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你好好的去做 好好的去学 然后把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 只要把时间花在对的事情上面 我相信都会有所成就的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董事长 用短短的20秒的时间 帮我们做一个结论 好 我相信在新北市技职科这边很努力 各个系统教学的校长也很努力 但是有一个是现实面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法规法条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精准教育做的还不够强 技职教育做的还不够强 我们当然希望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的爸爸如果是部长 是立法委员 麻烦你们帮我们推动 新技职教育的专班跟专法 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国中就有体育班 就有音乐班 就有各种的专业科目班 基优班 可是就没有技职专班 是 那我们受限于法规法条 我们想带入更多的资源 跟技职教育进去 谢谢 时数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希望先求有再求好 我们先能够有技职专班的法规法条 透过立法院教育部的修定版 那我们完成以后我们更可能要超越 超越成为亚洲第一 我们必须要落实在国中端高中端跟大学端 让它的技职专业的领域的时数能够拉得更长 当然进场机制跟退场机制 还是要大家共同来讨论 但是保有相当的退场机制 比如说我们希望高职端是不是能够做到 将来四天是专业科目 一天是国音术提美 那如果他高二没有兴趣 你还可以有机会再转其他的科别 所以这个是我们期许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要共同努力的 任何都有体育专班 美劳专班 数理支优班 就是没有技职专班 所以大家共同来努力推动这样的技职专法 谢谢各位 产业界真的很迫切需要做这件事情 那最后那个我们严校长 20秒 利用这机会当然需要招生一下 因为我们英哥工商创校 今年刚好是25周年 是 我们在三峡英哥土城树林 我们这几年的办学 在这么多任校长 还有大家的邪路下 目前在设计群 还有在我们的资讯跟资料处理 我想办的应该是有目共睹 还有稍微有点成绩 那五月刚好是要我们的国中学厕玩 如果对我们学校有兴趣的 欢迎来找我 找我就对了 我可以带各位把学校做一些导览 谢谢大家 谢谢 选所爱好好读有前途 希望能够帮我们新北市所有的一个 国中生的学生 帮他们找一条更不一样的一个升学路 然后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来宾的参加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